有經過三十五天的救援 在馬來西亞國度假去向 恐怖組織榜皮爾 張安威 將經過菲律賓 滾風的春秋已經向冰安救菜了 張安威在接受 東地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看起來是很累 他感謝菲律賓 滾風的到三天 今天早期 張安威跟他們哥哥 張大公已經坐華航 為馬尼拉要回到臺灣 以及十二點五十五分 會到討論基準 個人張安威 許利民跟馬來西亞 幫幫豆豆到五夾 許利民被請去新聞 張安威被幫票四人 經過三十五天請求 後來自馬來西亞代表家正式 這就馬國驚慨的統計 張安威在接著後已經在求 馬上送去便宜在了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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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沒有任何人 採訪 我們有任何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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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為我們有任何事 我們能夠感到 我們有任何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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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國警方通知我們 說張安威已經被營救出來 張安威在馬來西亞做到菲律賓武衆的組織 抓走 加上透過各種關島救人 加上台灣菲律賓跟馬來西亞 驚訪統立合作資格 讓張安威討訪 國民黨立委創建完第一時間在電視上面公佈 張安威立即回到最新的相片 創建完沒有人家說救人貴庭跟金鴨 不過共町這次救人行動 主要由張威阿兄 張大公出面來遭遇 報告報也正是張威中和阿兄張大公 已經坐在起10點45分的發行班機 為馬來西亞回臺灣 有省中到11點55分 會到討論國際機場 有省中到11點55分 會到討論國際機場 記者總合佈的 這裡 馬上 Today 馬上